好的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纪委的官方网站报道 5月19号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察员 监察专员曹立新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曹立新是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中纪委查处的第三个所谓内鬼 为什么中纪委内鬼层出 作为中共最高纪律检查机构 反腐联政的利器 中纪委怎么样防止灯下黑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将邀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 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 另一位是历史学家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立凡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欢迎二位参加节目 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 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您听到关于中纪委内部所谓内鬼屏出的这个消息 感到意外吗 这个当然不意外 这个我想在这个我记得不久以前我们还是在这个节目里头 就曾经跟何平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提出来 我说这个纪委系统也存在腐败 然后这个何平先生也认为确实这种情况很严重 那么我想当时我也谈到我说 黄金山先生可能他应该会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 那么现在来看呢 比如说打老虎打了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打到 那么我想这中间肯定有不少的阻力 这种阻力是否与这个 这个一个是中纪委系统的内鬼有关 一个是这个高层的其他老虎有关 我想这个中间可能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这个中纪委系统开始自己清理门户这一点 我想可能还是至少作为中纪委的领导人 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个所指挥的打火行动 在他们的内部可能也出现了问题 那么他需要来清理门户 所以我想这种情况可能还会继续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体制本身就会产生腐败 也肯定会产生内鬼 那么中纪委系统也不例外 即便它是一个执行党纪的部门 但是腐败同样会侵蚀到这个中纪委自己这个内部的机体 这个东西不是由领导人能够决定得了的 而是这个体制决定它会产生的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 就是说关于自己的监察机构内部出内鬼 这个现象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 这个是毫不奇怪的 甚至它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那么其实中共领导人自己也早就意识到 有这么一个问题的可能会出现 王岐山似乎曾经说过一些话 他就说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那么他说的解决的方法是 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一帖的纪律 来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干部队伍 那么这些话就是说 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老套毫无新意呢 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一方面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们当然是非常的高兴 他们看到不断的抓住贪官 不断的暴露出他们的问题 但是另外我们看到 而且一再的这个潜在 中纪委这么一个机构 本身滥用这个权力 本身这个辅助辉为 本身使一些官员或者商人 或者一般的公民 持出这个人身自由 他本身就是在违发乱极 那么中纪委本身 这个王岐山说要接受监督 接受谁监督啊 对吧 是接受法律的监督 还是接受你王岐山的监督 还是接受你习近平的监督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监督你 因为你是一个不能自由新闻报道的一个国家 你是一个没有政府司法独立的一个国家 你是一个民政根本不可能参与 中国任何政务事务的这个一个国家 怎么会监督啊 对吧 你的中纪委不但是有个内鬼的问题 你比其他的部门的贪污腹化 还要更临重 因为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中国的政治生态就知道了 两个部门 一个部门是给人给乌梢帽的 就是组织部 那么组织部的贪污腹化 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 但是你给为了争取这个乌梢帽 你要想尽办法去行为啊 去马关 对吧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当你整你乌梢帽的时候 那可是你的灭顶之灾 所以为了保住乌梢帽 或者是保住自己的性命安全 或者保护自己的这个财产 那么付出的这个代价呢 要远远比这个你去马关还来得这个积极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被抓或者被查的时候 他们给中纪委或者是给各级纪委 进行的这个行为的数字 行为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这个积极性 要远远比那个行为组织部还来得严重 所以中纪委的这个问题 早就已经揭露了很多了 早就已经暴露了很多 你看前两任的所谓的这个中纪委书记 一个是吴光正 对吧 他的子女的这个腐发问题 他的子女的经商问题 已经暴露了很多 谁就查过啊 对吧 这个贺国强 贺国强的这个这个两个孩子 刚刚涉及到被抓的这个华人集团的这个森林的这个案子 然后早报说这个这个贺国强的儿子已经被约谈了 已经被调查了 其实这个都是冰山一角 中纪委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某国类鬼的问题 即使他们全部都是鬼 那他们的反腐败的行为就是恶官打贪官 或者是贪官 好的 和平先生视频音频有些问题 我们现在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听听他们的意见 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云南的周先生 请讲 你好你好 这个纪委系统的贪官啊 比例绝对不会比其他各行业的贪官的比例少 而且是会多 他们处在这个中国这个贪官食物链的最上层 小官吃百姓吃大官吃小官 然后呢 纪委的干部是通吃 这些都是要要要那个的 而中国呢 现在很荒唐 绝对的权利产生绝对的腐败 这个是个真理啊 这个没话说 他却要用绝对的权利来反对绝对的腐败 所以这就是自己拉着自己头发往天上拉 真是荒唐 我就说这点 好的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接下来请河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 李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呀我可打进去这电话老不容易了 谢谢 谢谢你 我打了好多年了都 我就想知道 像现在那个当官的是不是可以 他买了个河南省人大代表 就是在他企业上干的人员工吧 出了事故 人家说咱这是共产党的企业合法 出事你农民自己拿钱 他把他儿子给买上 你说这啥是造的 好谢谢河南李先生 还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呢 通过英特网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意见 先说一个来自德国的先生 他说中共的官员贪腐 是难以通过中纪委这个部门能够治理得了的 因为其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少数官员素质的个别行为 而是中共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和替代法治的人质 所决定的专制体制问题所造成的普遍现象 另外一个也是从德国发来的电邮说 查内鬼是迫不得已的自查 因为中共现在已经蜕变成了拜金主义信仰了 罕见没有贪腐的干净党员干部 自打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整个社会就已经形成了一切向前看的风气 好 现在我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您来谈一谈对这几位听众观众朋友 他们的意见的看法 张先生 您好 我想这种体制性的腐败 确实很难用这种自揪自查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它从根本上来讲 这个一党专政这样的一种体制呢 它本身就是排他性的 是垄断性的 所以呢 这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那么刚才那位听众也讲 他们就讲到这个 这个基纬系统实际上是处于 这个贪官食物链的顶端 那么我也知道 就是我所认识的一些纪检的官员 也都是相当跋扈的 而且呢 他们在这个 他们的胃口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想 从这么一个一党专政的体制 你想通过纪委这种方式来 这个内部自揪自查 想能够解决腐败问题 其实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呢 这个必须要有外部的监督 才有可能解决这类的问题 但是中共呢 它又不允许有这个独立的监督存在 所以这样就导致这样一个矛盾 就是它既想让这个政权生存 但是它也不能遏制 它自己内部不断产生的蛀虫 来助导它这棵大树 所以现在实际上 中共这个体制本身就处于这么一种 非常纠结的状态 这种纠结的状态 从我们现在来看 看不到它有什么办法 能够彻底的根治腐败 我们看不到这种办法 所以我想中纪委它也只是一个 治标不治本的这么一个部门 那么有没有根本解决的办法 其实是有的 但是他们不敢用 谢谢 好的 谢谢张先生 总而言之呢 是万变不离其宗 那么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还是在 问题在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个问题上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 中纪委正在查内鬼 试图避免灯下黑 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观众 和听众朋友的电话 那么一位呢 是这个山东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好 我们来试一试内蒙的王先生 王先生 来 请讲 我说一下 就是我听了这个 又是又讲到了这个 总纪委 总纪委呢 我这么说吧 他是癌症细袍的扩散代位 他因为中国得这个腐败了 最后这个总纪委呢 又把它变成了腐烂 所以呢 全国人民都已经麻木了 人为这个腐烂这个臭气了 已经被那个形状的物美 被那个 就是说精神病 都已经形成一种精神病状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不改进的东西 已经毒素 进入了每个人的戏袍 或者是传入了每个国家的这个这个气泡里面 这样的党 这样的中国 什么叫总纪委 一个腐败的毒瘤 能用一个医生 用开上这个 就是说解毒素 就是说开上一个 法尔玛林 能把他这个腐败能解决了吗 这个腐败 腐败能忘记了 是腐漏腐臭了 好 谢谢您 明白您的意思 总而言之 您说的就是说已经病入膏黄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想听听和平先生 和平先生现在是变成这个通过电话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刚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 您也听到了 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刚早的时候 您也谈到过所谓这个贪腐的问题 其实只是一个冰山一角的问题 那么张立凡先生也说到呢 这个腐败 其实正在动摇中共的这个统治 那么讲到这一点的话呢 这个显然腐败这么深 我们看到呢 前不久爆出的就是中国这个能源部的 梅泰斯的副司长魏彭远家中 发现现金是上亿元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呢 就是中共的这个腐败呢 已经就是 就像刚才的这个观众朋友讲的一样 是达到难以估量之势 那么这么一个情况呢 当然使得肯定是影响了中共的这个寿命问题 但是呢 以中共现在习近平他的这个反腐的 他这样一个决心呢 可不可以又使得在这个中共的 因为这个腐败呢 对他产生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呢 能够起到一下缓和的作用呢 会的 会的 因为有一些老百姓呢 还是看到了表明现象 是看到了表明现象 他们当然会为这个习近平能够抓到几个贪官 鼓舞 高兴 支持这个习近平 这是这个我们所表现的情况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我们是作为评论 我们作为一个观察 我们要比这个一般老百姓看到的这个现象呢 要指出更严重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有个例子来说 我们一方面只是愤怒这些贪官 贪污了这么多钱 他们该抓 该判刑 对吧 该摸取他们的财产 但是问题是 这么多的贪官 他们也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 他们也曾经是有过理想 他们也曾经这个为这个国家 或者为他们家庭 为他的个人 奋斗过 所以这个体制 是把他们并成一个一个贪污 符合分子 现在好了 现在这个体制反过来 又把他们吃掉 所以这个等 就是等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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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租的也是你 这个 想穿 当英雄的 也是你 所以我觉得 为这个被抓的这个贪官 我经常是感觉到非常的痛惜 同时也感觉到他们所交出的这个待遇 是非常的不公 因为现在在台湾 抓他们的人 一样的是贪污 一样的是存在个严重的 这个贪污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又去抓他们 而且在使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就是说失去了这个人身的自由 而且得不到正常的这个 这么一种变化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 就是因为抓了几个的贪污 符合问题 而对中国的这个连接 或者是中国的未来的能够解决这个 这个进入一个连接的政府 是没有信心的 总之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 北京的历史学者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以及上半场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 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